拉伸膜大家见过不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拉伸膜 跟普通的拉伸膜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是打出来的产品 我们可以看效率特别的高 就是我们直接一步下来 可能还没看清 它就已经打出来了 对于这种产品拉伸的话 主要考虑到的是材料 包括我们拉伸系数的计算 像这种如果说普通的材料拉伸 可能就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 其实挺复杂的 整个外表面的话 基本上都是有这种带波纹的 我只能说这个设计真的挺大胆 一般的设计这样开的话 就不担心模具破费吗 那么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下方记忆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